有鉴于确诊和居隔人数短期内不断暴增 台中市政府紧急采购血氧机 将提供给确诊居家照护的市民使用 市长卢秀燕表示 由于轻症和无症状确诊者 在家里没有常驻的专业医护人员 使用血氧机更能客观评估健康状况 再由民政系统依关怀包图境发放 等居家照护者期满痊愈之后收回 国内疫情大爆发 台中市累计有数百例确诊并收案居家照护 不过因为在家中没有常驻专业的医护人员 台中市政府紧急采购血氧机 由民政系统依关怀包图境发放 提供给确诊居家照护的市民使用 之前未收到者也会补发 因为这波的大流行 那本市目前可能相对的个案数比北部少很多 可是有一天说不定会轮到我们的城市 因为这是全世界一个共同的大问题 大的一个疫情 那也因此呢 我们也必须对市民朋友的身心状况 特别特别加以照护 所以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会有一个血氧机 血氧机在这个分送给这个居家照护的关怀包里面 卢市长表示中央实施确诊者居家照护计划 符合中央规范者都可以适用居家照护 随着越来越多居家照护者 台中市的居家照护者有配置组则医院照顾 也有提供线上视讯问诊送药服务 这个血氧机 那因为是珍贵的这个检验物资不便宜 所以不是送给民众的 拜托大家 这个东西呢 我们会专在这个包里面 里面会有相关的说明出如何使用 以及如果你有觉得不舒服 你应该打电话给谁 上面都很清楚的注明 可是当你居隔起满 务必要原封不动 务必要原封不动 拜托大家送还给你当地的卫生所 卫生所那边会集中的地方给大家投入 卢市长也强调市府会附上说明书 并依说明书指示进行操作与保存借给民众使用 等居家照护者康复后收回 麻烦居家照护者送回各区的卫生所 卫生所会充分消毒 再提供下一位使用者使用 记者杨中环台中采访报导